男人洗完澡从浴室里走出 正准备照下镜子时 回头查看并无一样 他又仔细擦拭了一边镜子 最后确信一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然而当他准备喝瓶酒就去睡觉时 男人表示自己并不是什么流浪汉 而是新搬进来这里住的租户 女人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这里是他的房子 他才不记得自己有向外出租 眼看着争论不出结果 女人就要打电话报警 看到他的身体竟消失不见 男人仔细揉了揉眼睛 内心更是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自己撞到鬼了 第二天杰克起床来到书店 买了所有与灵异和鬼魂相关的书籍 按照上面的方法 开始对女人的鬼魂